大家好,我是Anne 很開心又和大家見面 在開始之前,希望大家可以訂閱我的頻道 和打開小鈴鐺 有新的影片可以通知大家 我會在這個頻道分享我在外國生活短遞 多謝大家支持 今天會開始第二行程 就會去尿卡蘇 由Durham去尿卡蘇 坐火車大約20分鐘左右 Let's go 一來到火車,就會見到一個很傳統的英國火車站 以及整體上的風格也很有傳統英國的設計 坐一杯咖啡後,沿路走過去第一個景點 尿卡蘇卡蘇 這座城堡是這個城市的開端 1080年,浪漫人已經用木材建這個城堡 1172年,浪漫人再用石材做起另一座新城堡 並稱之為新城堡,尿卡蘇 城市的命名就因而誕生了 離開城堡後,一直向河邊的方向進發 在河邊你會見到有七座橋 每一座橋都有不同的特色 加上今天天氣真的太好了 還有一陣陣的涼風吹過來 真是一大享受 走到最後一條橋 Gate Hut Millenium Bridge 這條橋是連枝最輕的 千里橋開啟時,樣子好像眨眼一樣 所以大家都稱它為眨眼橋 我帶大家一起參觀一下這條橋 走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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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突然看到 走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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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例如意大利的披薩、印度料理、英式早餐、中式包點 部份的攤檔還有提供學生的優惠 現在我們一起進去參觀一下 中文字幕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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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完街市後我們就去了唐仁街 但本來我們想去飲茶的酒樓沒有開門 所以我們就逗留了一會後就走了 字幕 李宗盛 字幕 李宗盛 字幕 李宗盛 最後我們去了另一間茶樓 紅雙喜 如果喜歡吃叉餃和燒賣 一定要去試 詳細地可以在影片描述欄位置找到 字幕 李宗盛 字幕 李宗盛 字幕 李宗盛 喜歡看英超的我 所以我當然要去尼卡蘇主場 聖 James 公園 字幕 李宗盛 離開尼卡蘇前 去一間甜品店吃下午茶 去補充體力 今天的分享到這裡 多謝大家收看 歡迎大家留言讚好 分享我的影片 下次再見 拜拜